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教练 我们今天来简单的再看一下比特币 我们稍微看宏观一点 不要看那么细节的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比特币每次见底 但是就是反过来看 就是发生以后 比特币见底 一般会有什么指标 美金会去创一个新高 然后美金创新高 比特币没有再去见一个新底的时候 一般就是比特币见底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例子 我们今天就打这个鸡血 所以比特币 下面这个图是比特币 这些数字不重要 我们就看这个线就好 然后上面这个是美金 然后美金其实很多人说 接下来会有什么大泡沫 然后美金会大泡沫 金融资产这些大泡沫 楼市泡沫 股市泡沫 这些乱七八糟泡沫的话 代表法币很强 因为全部的人都把这些金融资产 全部兑现 套现出来成法币 所以美金就是其中 比较强的一个法币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美金指标 它是对一些其他的法币的指标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走势 其实很多人说金融危机 然后其实比特币 我们不用太担心金融危机 为什么 虽然它震荡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金从比特币诞生这里 2009年左右 比特币出生的时候 美金一直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美金还没有进入一个下跌的趋势 有一些瀑布 这里瀑布一个 这里横盘一个 这里瀑布一个 只是美金一直是上涨的趋势 然后比特币仍然是零跑美金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五分前 涨到现在一万八美金 一万九美金 好 然后我刚才说的积雪 所以我们下面比特币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冲上去 然后一般比特币去见顶的时候 就是美金见到一个底 或者一个临时底的时候 美金反弹 比特币如果有一个大瀑布 然后美金见底开始反弹 代表美金会有一个趋势 然后这边就是果然这样子 当然如果是反过来看 就事情发生后去看的话 会比较容易 只是当时在里面操作的时候 你没办法去 很难去猜测 什么时候是见底或者见顶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指标就好 我们才知道 接下来我们想要看到怎么样 美金怎么样表现 所以接下来美金 我们是希望它去创新高 它确实去创新高了 它可能还会再冲一冲 只是我们是希望它可以去创新高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这里一个高 再一个高 然后就去见顶 然后在上面横盘也好 瀑布也好 如果瀑布的话 比特币会大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美金大瀑布的时候 比特币会喷射 从五分钱 直接喷到26块美金 这一波就是比特币的所谓的第一轮大牛市 就是美金的大瀑布 然后我们看比特币见底 那我们先标起来 比特币这里见了一个 这里很乱 我不标了 因为这个 我画的太多东西 我不想要删掉重画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里 下面这个比特币这里见底 有没有 这里 我这个线是对照上来的 比特币见底的时候 美金是见顶 就某一个顶 然后这里美金就见顶会瀑布一下 然后就反弹 反弹有时候会创新高 有时候不会创新高 只我们可以看到见底以后 美金反弹是创了一个新的高 这个底 顶跟这个顶 这个比较高 美金见顶 反弹创新高 只是我们看到比特币这里见底 然后美金冲去创新高的时候 比特币没有见到一个新底 那就代表比特币差不多见底了 所以比特币就开始反弹 然后就进入一个牛市 然后不管美金震荡 还是阴涨阴跌什么的 就进入一个大牛市 然后这里也是比特币 接下来又撞到一个顶了 那你看美金这时候 也是在一个相对高位 去撞顶的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跌到这里 美金的顶在这里 后来美金创了一个新高 两个新高 只是比特币这里没有创新低 这里是弹 然后没有创新低 这里也没有创新低 那比特币就见底了 对不对 然后美金下一次瀑布的时候 比特币就喷射上去 然后比特币见顶 我们就不去看太多 然后这里接下来又来了 比特币就开始瀑布 跌跌跌跌跌 然后美金就开始爆发了 就跟这个波段有点像 美金开始爆发 一般美金爆发以后 会有最大的比特币牛市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里 在这里 比特币一直跌 一直跌 因为美金在爆发这里 美金连续涨了 又出来了 等一下 换成鼠标 美金从这里连续涨了 大概308天 然后现在美金涨了476天 算比较长了 这个波段 然后接下来美金去见顶 有没有 见顶的时候 比特币会有一个瀑布 在见顶前这里有一个瀑布了 这里 美金在这里有一个新高 有没有看到这里 然后比特币这边是见底的 这个是比特币的底 这一轮所谓的熊市的底 美金见了一个顶 然后美金震荡 然后喷射一个 完全喷出一个新高 从原本的顶95 喷到了100块 只是喷到100块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对照过来 比特币反而没有去穿一个新低 那这边就代表比特币见底了 虽然过一阵子以后 后来来了一根洗杠杆的插下来 只是美金震荡的时候 比特币就启动了 慢慢的启动了 下一轮牛市 大牛市 然后美金在三顶震荡 画一个W 然后比特币就一路阴涨 我们不是上个视频说 比特币阴涨到20万 就是有可能会这样子 阴涨到20万 然后喷射了100万 就是这样子 如果美金在这边开始震荡的话 然后最后大家觉得 美金又要冲了 结果反而是相反的 反而是反指标 然后美金又去创一个新的高了 有没有 只是我们比特币这里 明显没有创一个新低 这里美金创新高的时候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在熊底的 熊底这边 就美金创这个新高 我们没有新的低 结果美金又创了一个新高 反而我们不但没有新的低 我们比特币还有一个新的高 那跟美金一起瀑布 只是比特币有底 美金瀑布 比特币一路从1000块 涨到2万块美金 这里 然后我们接下来又去见底了 美金又开始 美金开始打底 一起跌下来 然后美金开始打底 美金开始阴涨 就反弹 阴涨 然后比特币就一直阴跌 然后最后瀑布下来 然后瀑布下来以后 美金也是 这边也是震荡 美金戳一个 然后又开始震荡 美金这里去创了新高 只是比特币没有新低 有没有 这里比特币又开始冲了 反而又要再挑战新高了 所以比特币就冲上去 然后就在这边搞半天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里是美金的底 就是美金只要创了一个高 再创一个新高 然后比特币没有再去见底了 就代表基本上比特币底 差不多已经进来了 然后这边的底接近 只是也没有到那么低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fast forward到我们今天 美金在7月11的时候 上个月创了新高 比特币是有创新低 这里跌下来跌下来 这里 只是其实在这里的时候 在6月22的时候 美金就已经创了新高了 比之前这个顶还要高 然后比特币这边已经有创了新低了 6月20 6月10级的时候 然后后来美金又去冲一个新高 到7月的时候 只是比特币没有创新低 比特币反而反弹了 从底反弹了百分之多少 从17000左右反弹到23000 24000 25000这样子 就上前两个月的这波反弹 然后现在美金又再次创了一个新高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边美金又创了新高了 有没有 就这几天 只是比特币有底了 比特币这边没有新低产生了 所以 接下来我们希望看到 就是 我乱七八糟的图要出来 就是美金如果在这边 不管它怎么冲 有没有创新高 如果比特币这边有底 下不去了 那大概率这就见底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积雪分析 比特币的 然后 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一些 比较短期的波段 波段都很难说 所以 上个礼拜 我会员视频说 我在这里炒底 我炒得或许有点早 我不确定 有两万块左右 就在Golden Pocket这里炒底了 我本来想换到这里 直接回到这里 只是这边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不创新低 它还是有可能下来 少这个一万八之左右 只是这边如果打出底的话 这边应该是比特币的大底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币已经强势反弹了 我推荐了 大家买的莱特币 已经强势反弹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falling wedge里面 当然 这falling wedge如果要 如果要被 如果跌破一万八 这里的话 可能就不行 不成立了 只是我们知道 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都比较极端 他们喜欢回调很深 然后再反弹 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在这个地方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 这一个波段的一个spring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在这里就差不多炒进来 然后止损基本上就在这个下面 如果创新低我就先止损 这样子 也不排除它少一根下来 再出发也 都有可能 所以杠杆就只是好玩 只是现货早就应该入了 就进去躺平就好 现货不太操作 只做最大的波段 然后主要仓位都是现货 对啊 然后如果我们刚才那样子看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美金指标来看的话 那我们比特币会在大概哪一个位置 当然历史如果重复的话 我们大概在这个位置嘛 美金 那如果我们比特币 接下来会怎么走 美金大概在 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哪怕不在这个位置 可能在这个位置 可能再冲几个月半年 就去见顶了 对不对 那我们比特币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接下来会有比特币 下一轮超大的流市 这一轮小东西 可能就是这一种 一个这种波段 就比较垂直上来 然后下来 就大概这样子 因为美金这里抛物线 就一直涨一直涨 这里也是一直涨一直涨 最终撞到顶 开始横盘的时候 比特币就底了 所以我们现在 这边朝底的话 就是代表我们觉得 这里差不多横盘的 就美金哪怕冲到115块 比特币的底也厚住了 那基本上满确定 就是美金见顶 暂时的顶 然后比特币见底 然后美金还有 甚至有可能回调下来 再创个新高 只是比特币如果还是有底 下不去的话 然后再创个新高都有可能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就一直创新高 新高 新高 然后又一个新高 只是比特币就是在阴涨 一路从100块 从美金这个见底 假设这是100块 然后我们现在是1万7 见底 然后他又去 美金又去见顶的时候 他这里 又回来一次 只是 这边就是 然后从100块 在横盘的过程 一路阴涨到 就是来回 这切来切去很多回调 大回调 只是 一路阴涨到下一个顶的时候 从100块涨到了1000块 然后美金才真正的去瀑布 美金开始瀑布 然后比特币从1000块 就喷射到2万块 那如果把这个照射过来的话 那就是 我们这里如果是类似 这里尾端的这个结构 那比特币如果这里是底 打个底 可能1万7 1万6 1万7 1万6 然后他就开始阴涨 如果按照这个 一样的倍数的话 那就1万7 涨涨涨涨涨涨涨 它倍数应该不会一样 因为他这个从 有可能 因为这1万7 就10倍吧 我刚才以为17块 这是170块左右 涨到了大概1200块 那涨了大概从这边到 美金下一个顶 在这里 涨了500% 那比特币如果从这里涨500%的话 大概刚刚好也到这里 1.414这里 然后这边可能会震荡一下 然后最后再喷射一个 到20万这样子 如果按照那个倍数的话 应该是喷射一个 会直接喷到 会再翻十几二十倍 所以从12万的话 有可能喷到百万这样子 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倍数走的话 所以这边给大家打一个积雪 然后如果看杠杆数据的话 其实也没有很多多单 全部都是空单 open interest一直在涨 因为很多人在追杀叠 杀叠进来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 这是杠杆止损或者爆仓的数据 应该是爆仓的数据 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大的单子 建起来了 有三个 这个上个礼拜不载的 所以怀疑这个有可能是庄家进来了 一万五一万六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止损的话 其实挂在这个 躲在这一坨后面 你就挂在什么 一万五止损 如果这个庄家 他洗不掉自己的杠杆 他不会去洗掉自己的杠杆 只有可能他跌下来 他把它单子慢慢的止掉 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看起来像那个庄家在布局 这个就比较像散户 你看到这很多杂音 各式各样的位置都有爆仓 叫一连串 整个都满满的爆仓 这比较像散户 有一些还没填满的地方 可能就是比特币还没到位 如果比特币比如说拉回两万一左右 可能这边又会开始填满一些爆仓家 然后这里也是一些散户 就是一些潮底的散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很少了 这里 你看我们可以看这个 Cumulated Long Liquidation 这是第二行 我们有第二个鼠标止不了 因为鼠标上不去 大概就紫色的这个点 是如果比如说 比特币现在跌到一万八的话 会洗掉一千六百万美金 只是如果比特币从一万九 涨到两万一千五的话 会洗掉四千四百万的空单 所以比较高一点可能性会洗上来 特别是这样散户很多 大家都觉得很 大家都很bearish 很雄的时候 我们这里看到这是low leverage 低杠杆也是 低杠杆两边都是多一点 这1.6 billion美金 如果洗干净 跌到一万三的话 洗掉1.6 billion 只是如果我们涨到三万二的话 会洗掉3.5 billion美金的空单 这样子 所以分布是明显的 就是空均越来越多了 之前我们见顶的时候是反过来 全部都是多单 然后我们当时是觉得洗不下 砸不动洗不下去 那时候可能太FOMO了 只是现在我们知道 就是如果这边很明显的 有一边 比如说空单很多的话 大概率会往上洗 它可能会插一插 只是会往上洗 就跟我们见顶的时候 我们感觉不到一样 现在见底的时候 也会感觉不太到 只是大概知道 这个风向要开始逆转 这边买现货 肯定不会有太大的错误的 然后如果这边全部都是long liquidation的话 如果这边全部都是报仓的多单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如果有现货的就可以开始考虑止盈 或者做一点堆冲都可以 好 然后比特币我们再看 刚刚月线收了 月线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它就收在这里 我们这里两个月前的月底 月线收在19,933 然后上个月的收在19,933 上上个月19,933 然后我们这个月反而是一个新的高 新的低 不是新的低 新的高一点的低 high low 大概2万块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 这边只是增 它有可能插一个增下去 然后再出发填上去都有可能 只是顶都一样 所以这边算是在横盘 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只是我们短期的一些结构 是看起来 这里有一个平行通道结构 在想办法后组 这边在挣扎 想办法后组这个结构 其实这样拉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这里碰了几下 本来我拉在这里 就差不多 然后大部分人都看这一个 他觉得就 本来这个结构当时跌破了 只是他们没有去看这里 这里其实有在形成一个平行的通道 然后其实我们再看更大的话 我们其实从这个顶 我们这个平行通道 本来进入这个通道 这里一直压着我们的这个平行通道 其实我们上个月已经突破了 然后现在如果再算的话 是比较斜了 只是我们再回踩这个顶 它当然也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这样子跌下来 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我们看美金 所以这里在想办法撑住这个通道 然后现在在想办法回踩 所以为什么我这一朝底 大概就这附近朝底 因为这边很多交叉 然后这边下跌的这个线 这边也是一个falling wedge 这边也是在想办法打一个底 所以这有三个地方是这边交叉 还有这一个波段的 上个视频说的 这边的golden pocket也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差不多这里可以朝底的 我觉得顶多低一点的话 可能一般8500左右 可能可以朝得到低点的针 如果插下来的话 然后如果这里跌破的话 可能就会创一个新低 这已经够接近了 就差不多可以朝底了 我觉得 不是投资建议 个人看法 然后这红色的线是什么 这个值得这红色的线 这是下一次要升息或者降息 就是下一次那个FOMC会议 所以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在这边还有可能 他就甚至摩擦一阵子 然后再突然垂直喷射 下一次FOMC回踩 然后就看怎么走 这又是一次FOMC 然后我之前 然后今天莱特币长得比较凶 如果想要看三载币的 可以支持一下频道 买一个频道的会员视频 用电脑访问 然后订阅的旁边有加入会员的 好像两块九九每个月 这是莱特币对比特币的 daily的chart 我们一路瀑布下来 对比特币强势反弹 然后这里形成了一个 Ascending Triangle 然后强势突破了这里 今天单日涨了6% 然后突破以后 这上面接下来 后面的这些目标会怎么走 我在会员视频里面 讲比较详细一点 只是要朝底这里的话 我是觉得有可能这里见底了 我本来对照狗狗币 我在那个会员视频有分享 如果对照狗狗币的话 他按理来说 应该是会再回踩一次 然后再回踩两次 这个低点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朝底这里 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这是对比特币 莱特币对比特币 所以就等于是拿比特币 去朝底莱特币 然后只引指回比特币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概在0.0017比特币的时候 这里 如果下来的话 这里可以朝底 只是这边 看起来不太想下来 我之前对照是 对照狗狗币的底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没有狗狗币 我在会员视频再讲 然后 我8月10号的时候就说 我上个视频也有说 上面这个是莱特币对 这是狗狗币对以太坊 然后就是突破回踩 回踩然后就喷射 这里是也是 这现在是莱特币对以太坊的样子 跟狗狗币长的 基本上一模一样 走势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今天更新一下 莱特币对以太坊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开始出发 就开始形成的结构 我还是把狗狗币拉出来 狗狗币 不是 狗狗币以太坊 对 我之前群里 还有推特发的 换成daily 有没有 为什么我炒底莱特币 然后莱特币还有一些基本面 就是 基本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说莱特币没有用 因为你听了你的 你最喜欢的一些大V说 莱特币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们全部都说一样的东西 都在那边 没有自己独立思考 都是一个说 A说了 然后B听了 就去做一个视频 说出去 然后C又说 有点互联网效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上面是莱特币对狗狗币 狗狗币大爆发 翻100倍 1000倍之前 发生的结构图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狗狗币对以太坊 这是莱特币对以太坊 现在的图 戴特币在建底 然后这是狗狗币当年 2021 2020的时候建底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建一个底 形成一个顶 然后回踩Golden Pocket 这里也是形成一个顶 回踩Golden Pocket 喷射 然后这一个锤子 这样标记 比较看得出来 狗狗币是立刻瀑布 戴特币横盘一下瀑布 反弹瀑布 瀑布 然后跌到哪里反弹 Golden Pocket 回到这个原位 这里也是 回到原位 我在这里的时候叫大家炒底 然后这里就出发了 会不会继续 我们不知道 只是目前是按照这个图是走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垂直 喷射 莱特币 然后接下来莱特币的指引目标 或者我自己的一些计划 我在会员视频里面分享 然后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图走的话 不管以太坊 我们之前 我不是经常唱空以太坊 我说他去见顶 我说他来这边见顶 我这里有红色盒子 就差不多这附近见顶 不管他喷不喷射 如果哪怕以太坊喷射的话 莱特币对以太坊 如果 这不代表这个就不能演出 如果来以太坊喷射 然后这里也喷射的话 莱特币会变千倍币 大概是这样子看 就百倍币千倍币 是这样看 因为你从 就如果一个K线 然后你从这里喷射 跟从这里喷射力度是不一样的 莱特币对以太坊是这样子 如果zoom out 这是周线 是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这边 然后当然你有可能说 就是有可能又是反弹又瀑布 反弹又瀑布 就一直一路跌下去 这边形成一个底 你再打一个底了 但也可以说这里打了一个底 这最后掉下来 就只能通过时间去验证了 然后我是读莱特币 所以一直在唱多莱特币 唱空以太坊 我们在这个位置 好 那我等一下视频 我就稍微今天更新一下大家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或者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自己评论一下 然后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看这个视频 现在市场没有什么热度 我出视频 出一个视频 掉一些粉丝 所以我出的视频 频率低一点 我小韭菜会员视频 是更新比较频繁 然后等我们这里 都开始演出以后 应该频道就会活跃一点 然后我可能也比较有动力 出一点视频 好 我们下个视频见 然后如果有兴趣 看山寨币的 欢迎支持频道 加入小韭菜会员 祝大家美好的一个 快要周末了 美好的周末 下礼拜见 下礼拜我去旅游 所以可能会有些动作